好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去走岸瓶棧道 很奇怪的 為什麼起點上了岸瓶這個廣場呢 因為山上走下去舒服一點 而且我自在拍照而已 不用那麼辛苦 所以這次特別一點 逆走岸瓶棧道 出發 今天特別一點 春天我們看到一些黃花蜂苓木在這裡開了 還有大佛難得地 風都陷了 反過來走岸瓶棧道 進去岸瓶市集 然後慢慢沿著這裡直走下去 就是一個起點了 這裡有一棵很逼真的假樹 扮這個許願樹 看一些樹葉就很膠 那種樹幹反而騙到客人 走到來市集的嘟嘟 可以看到岸瓶360的入口 不過就不是這裡去過棧道的 我們在旁邊這裡走去棧道 這裡好像種了一些山櫻 很多牌 很多棵在這裡 可以出發之前拍一拍的 牛年當然要拍一下牛的 你看他們多開心 應該有人餵草的 地上有些草 好像我養的兔子吃的天蜜蜜 那樣 岸瓶棧道的入口 其實就是跟著這些 纜車的方向走就一定沒錯 就是這裡了 這裡有一幅地圖 寫著岸瓶360救援境 我們現在就是在這裡 就是一個纜車站 然後沿著這裡 下快去東涌 看看要多久 來到這裡有個分叉路口 不要直走下去 這裡就不是來的 走到右邊這裡 才是岸瓶360那條路 不過它會寫著鳳凰境 但是繼續走 可以的 這裡遠望大佛 其實如果想拍大佛 那些人就會上來蜜蜂 拍過去 這裡我拍的是大佛的背 雖然現在正在裝修 這裡呢 旁邊有一條路仔 上面有個標高處 也可以走上去 已經幾分鐘就到了 就可以拍大佛 來的 這裡有個分叉路口 右手邊是鳳凰境 很明顯就不是 這裡直走 又繼續是來立山郊游境 這裡繼續走就對了 來到這裡會見到一個分叉路口 又是有一條路有些欄杆圍住 都不是這裡來的 都是繼續沿回 最光明的大道就對了 就是這些石級 雖然說是下山而已 但是也有一些山丘 都要上去的 所以大家都預料了 一定的體能才好上來 到這個分叉路口 右邊就不是來的 上面 好 這裡有一個很高才是 首先看到第一個就是六號的塔 這裡的路都是鋪得很漂亮的 來的 我們來到蜜蜜山轉向站這個位置 挺有趣的 因為你看到現在有些 吊車很遠近來的 即是說近到你走上去 拉著過去總站還可以 當然啦 這是我幻想的 現在來到蜜蜜山轉向站的旁邊 會有一條路可以上去山頂看風景 另外也可以走到蓮花山那裡 然後我們再走前去這裡 走到360的救援景 就會看到機場一個很開陽的景色 所以我現在都可以在這裡準備拍照先 好了 拍完一會照 繼續出發下山了 嘩 進去棧道之前已經有個牌子 兇一兇你 前面少許附近上發生致命或嚴重 意外的情緒前往 又這樣又說不說去 因為看旅法局 是有個網站叫你走一下這裡的 現在走這一段路 我覺得有點像去了米埔 走一浮橋 不過這裡兩邊都沒有扶手 所以走的時候真的要非常小心 還有如果你說下完大雨走這裡 都很嚴重 因為下完雨一定很濕的 所以建議大家如果來的話 千萬不要選大雨之後來 一定要陽光普照曬乾淨 才可以走這裡 走一走一走 已經去了整條360救援景 最精彩最直的地方 過了這集 就會見到木樓梯 直到好像樓架床的樓梯 看一看 這段路最直 現在慢慢地下去的話 都能撐到背囊 不過 整條樓梯的扶手都沒有什麼 逐步逐步地下 都很安全 現在回頭看看 剛才下的樓梯 駕駛是相當之陡峭 相當之直 相片應該會容易很多 下就好像有點害怕 但又沒有什麼 現在來到 其實看到機場景 景色都很開揚 繼續再走 繼續走 都是一些很直的路段 又有扶手持著 不用怕 慢慢走就行了 沒有剛才那道那麼直 這裡是異形的 這裡又 感覺是斜一點 又比較直 都是慢慢逐步逐步地走 這個就是 如果你異高 就不要在這個方向下 倒轉上 不過 體能的消耗就會大很多 所以都是 這邊 頂兩步 好 好 這裡可以感受一下 上斜一點的路 感覺 下完後 又不忘 回頭看 剛才自己下的路段 已經這麼直 過了這個斗橋牌 最難行的路段應該已經過了 繼續下去都是棧道 也有不少這些高峰工作 小心落物的牌 應該都提醒你 可能上面有些東西跌下來 這樣 又是 看到這裡有一些警告牌 這個就不要入了 因為這裡不是主要的救援境 現在頭頂這個 其實應該是4號的塔 剛才離遠看到4字 不過走到過來 就不太看到了 被雪擠著 無論拍照拍片都好 記住等著釣車來入鏡 這樣才會比較漂亮 完整一點 其實整段路都會見到 這些 按平360的 牌仔 有英文加數字 相信都是用來做維修用的 其實這裡也不少打卡位 好像這些 扶手開揚位 很適合打卡 不過今天一條油 就沒有辦法自己和自己打 走到過來 其實就已經看回東涌那邊 不過前面還有座山仔 要上完才再下 所以呢 未過完 還要繼續努力 看地圖 已經差不多到翁邊 按著這個山頂仔 繼續要再上3號的塔 才行 這裡就有一段上斜路 這裡有一段很開陽的景 主要看回東涌 然後走到漁南那條公路 要繼續上這段斜路 都幾值 再上一段下 就看到3號塔 就是這裡了 今天這裡已經是3號的塔 左邊這裡就是上直升機降落點的 比較奇怪的地方 這裡不知為何釣到鎖匙 我想在那些行山人士 跌倒了 所以掛在那裡 他說繼續走 沿著3號塔的旁邊 繼續下山 其實已經看到東涌的景色 都非常開陽 不過可惜一點 現在的天又陰了 他說繼續下去 這裡看到一個好像是 手提電話的發射站 那樣的東西 已經開始順落山的路段 現在是CSL 不是CRS 上面的冷氣機 如果這裡有什麼事 進去休息也挺不錯 走到這裡 看回東涌 看到天后廟 球場 泥灘 東涌 日東村 這裡 來到這裡 看回東涌 對出的紅樹林 淺灘 淺灘 還有一些樓的倒影 其實景色非常漂亮 這裡 如果再藍天八雲 我相信更好 其實整條岸瓶360 所謂的棧道 主要集中在岸瓶上面的部分 來到這個近回東涌的部分 其實已經是沒有這些 一塊塊的木板的棧道 所以 如果你想看棧道 其實在岸瓶那裡也看到的 當然 應該要繼續走下來 正如剛才所見到 會有很多漂亮的景色 包括看看釣車 看看機場 看看東涌 看看泥灘 這些都是在山上 才能拍到的美景 所以 雖然辛苦一點 但也值得大家下來 好 終於走完整條岸瓶360的路 其實去市中心還有一段距離 但至少完成了這個 逆行岸瓶360的狀距 用了多久呢 用了大概三個小時 其實不用三個小時 包括去廁所 停下休息 拍照 其實如果最快的 只能走兩個半小時 但如果相反 因為我身後的位置 上山的話 四個小時應該走不掉了 所以如果想純粹拍照的話 就像我這樣 坐23號巴士 到岸瓶市站 再走下來 會輕鬆很多 今天就到此為止 拜拜 拜拜